原标题 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曾任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团长 第二师师长 参加了举时文明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 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 进茶济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 司令员陕甘宁进隋联防军 较到第二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 任进茶济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 热河热辽军区司令员 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 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 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 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任华南军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 广州军区司令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兼军政大学校长 1955年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革期间也是参与运动整过人 1971年最后被认为参与领标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被撤职 1973年被开除党籍 1981年1月25日被法庭确认为林标反革命集团主犯 1983年4月26日病逝于青岛 他在革命年代是有功的 在文革中应该是有过的 被判复有期徒刑十八年 剥夺政治权力五年 但有资料指出 在文革时期 只有他敢对江青 1969年就出了个李毕达事件 什么是李毕达事件 就是分配到广州军区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李毕达给江青写告状信 揭发黄永胜 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 他把黄永胜在何无法写 叶群 秋会作等的通话中 多次骂过江青封所主席 攻击总理 想当武则天 是慈禧太后式的人物 详细记录下来 竟连续写了两封信揭发黄永胜和叶群 等人在背后议问江青 李毕达将其中一封信 交给了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温玉成 让人帮忙转交上去 温玉成思来想去 觉得眼下正值九大期间 弄不好绞了九大的局 甚至连毛泽东 林彪也牵涉进来 那问题性质就严重了 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没把信交给江青 而于半夜时分交给了叶群 4月28日 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 顺利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黄永胜 命令警卫逮捕了李毕达 李毕达后来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 陈坚佛 9月23日